国宝100 渐渐精彩 寿县是一个并不很出名的县城 隶属于今天的安徽淮南市 1995年5月 治理淮水的一队民工为了加固城墙 就在城墙西门内北侧取土 挖着挖着 一个民工的铁锹就碰到了坚硬物 发出了叮当的清脆响声 其他人都聚拢过来观看 发现是两件运功 挖到文物了 大家都兴奋起来 施工负责人马上就上报了文物部门 请专家来辨认鉴定 随后专业人员就进行了清理挖掘 发现墓葬的位置 至西至城墙约有四十米 墓葬的形质为土坑数学 南北长八米多 东西宽七米多一点 深有三点三五米 没有墓道 墓坑正中略偏南 有长约二点四米 宽约不到一米的器官痕迹 铺满朱砂一层 这个厚有两公分 朱砂下面呢 有玉佩 玉壁和扁形的玉环等 期间排列着各种形状的金叶 天东处呢 有铜箭一块 墓主人的尸骨无存 从玉室金叶排列次序 与铜箭的位置 可知道头北足南 墓坑中陪葬品极其丰富 共出土了呢 各类文物五百八十四件 有青藤器 金器 玉器 骨器 漆器等等 这其中 青藤器就有四百八十六件 有顶 钟 立 斗 方胡 剑 尊 盘 和边钟等等 应有尽有 而且多件青藤器上 还发现了明文 这对确认墓主人的身份 和了解当时的历史 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就在专家仔细查找 并解读青藤器明文时 一件高八十厘米的方形铜壶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件铜壶的壶口 约十八厘米多 向外敞开 长径 壶的腹部呢 呈圆形 装饰繁入的攀吃纹 并有十字借栏 铜方胡两耳呢 为兽形闲环 四兽作足 装饰的非常华丽 盖顶采用中原流行的饰样 设计成镂空的连半形 清新盎然 与连鹤方胡呢 有点相像 虽然它被称为胡 但跟我们现在使用的胡 不是一个盖 先秦到汉代时期 这胡呢 都是哪进水 哪出水 而且它的主要功能不是倒水 而是盛水 与尊的功能相近 魏晋南北朝以后 这胡就渐渐不同了 它有了入水口和出水口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进小出 这才和我们今天胡的概念呢 相吻合 帝王将相 巨王矣 正物不言 有玄机 那么这件高大的容器 为什么叫方胡呢 青铜时代 还没有现在胡的概念 它本应该称尊 只是我们按照今天的习惯 叫惯了方胡而已 专家们一看这胡啊 真是漂亮 精美 当时铸造出来的时候 是金黄色的 那得多耀眼夺目啊 胡是成九季 它的主人是谁呢 出于职业习惯 他们开始在气身上找名文 从上到下 翻来覆去 仔仔细细地看一个遍 但他没发现字 接着再往胡深里面看 隐约觉得内壁上有字 这就让人兴奋不已 经过小心地清理 在胡的进步内壁上 果然有六个字的名文 为蔡侯身作弃 这个发现 也更加确定了这个墓葬主人 就是蔡侯身 蔡侯身叫姬身 姓姬名身 申请的身 他可不是飞姬的姬身啊 人家姬姓 可是灭亡了的商咒 建立起西州王朝的王室家族 蔡国的始祖 就是周五王的弟弟 最早的封地就在今天的上蔡县 属于河南筑马殿市 那时蔡侯身的墓葬 怎么跑到安徽淮南的寿县来呢 蔡侯身是蔡国的第二十位国君 此时蔡国国力衰弱 在他当上蔡侯时 国度已经从上蔡迁到了新蔡 新蔡也在河南 新蔡县这个名字 就是因为当年蔡国迁都于此而得来的 可是新蔡县距寿县 也有二百公里的距离呢 这在古代是个极其遥远的路程 蔡侯身为什么会远葬到寿县这里呢 这就不得不说说楚国了 蔡侯身时期 中国已经处在春秋末战国初的时代 大国崛起 相互征伐 小国难以独存 只能依附于大国 养其嫡系 蔡国就是这样 不得不归附于楚国而成为其附庸国 时时得拼命 这时楚国的国君是楚昭王 他的父亲楚平王 抢娶了儿子太子健的新娘 秦国的美女伯营 后来使太子健和五奢父子蒙冤被杀 而吴子系逃离楚国 去了吴国 楚平王与秦女伯营生下了儿子 后来继位就是这位楚昭王 公元前509年 楚昭王得到铸剑大师 欧爷子铸造的一把宝剑 战如剑 传说这把剑到了哪里 就会给哪里带来好运 他非常高兴 认为这是个祥瑞之兆 为此 楚昭王专门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庆祝活动 特别邀请了楚国的附属国 蔡国呀 唐国呀 陈国呀 曹国呀 等国军都到楚国的国都 颖都 也就是现在的湖北江陵 来参加这场盛典 蔡侯申接到请点 赶紧要备一份厚礼 不敢怠慢了祖国的国军 经过仔细的考虑和仔细的挑选 他带着杨纸白玉佩 和银雕鼠球等贵重礼品 前往了楚国 把贺礼献上 这楚昭王很高兴啊 收下了珍贵的礼品 然后就开始大摆宴席 酒宴之上 蔡侯申也穿球代配 满面冲光 钟鸣鼎石功筹交错之间 他身边一件 精美华丽闪闪发光的同方胡 引起了一个人的目光 他就是楚国的另引 相当于宰相南瓦 南瓦掌管着楚国的军政大权 是楚国的最高长官 他看见蔡侯申身边的这酒壶 太精美了 就想归为己有 盛宴结束后 南瓦派手下人呢 去向蔡侯申讨要这同方胡 蔡侯申舍不得把这件 专门为自己铸造 又倍加喜爱的宝物送人 就一口回绝了南瓦的索头 这南瓦咱咱也没想到 作为蜀国的国君 蔡侯申竟敢如此大胆 因为一件小小的酒具 竟回绝了我 他逃宝不成 恼羞成怒 下令把蔡侯申一行扣押在管制中 然后向楚昭王诬陷蔡国 私通无果 得到楚王的默许后 南瓦派出大批士兵 对蔡侯申进行看守 这一关就是三关 蔡国的臣子们不见国君反国 不知怎么得罪了楚国 耐心的等候始终没有结果 国无君主 何以为国 他们就着急了 经多方奔走打点 终于探明元尾 赶紧就想办法 偷偷地把这同方胡拿了出来 献给了南瓦 南瓦得到了保护 心满意足 于是就放了蔡侯申回国 蔡侯申回国后得知元尾 又不见了保护 心里愤愤不平 楚国以往对他的侮辱 也历历在目 使他实之无畏 夜寝不安 为此 蔡侯申做出了一个 改变国策的重要决定 与楚国断交而结盟于吴国 他把儿子送到了吴国当人质 向吴国表达了联盟的诚意和决心 此时 吴国与楚国连年交战 是两个敌对的国家 吴国和吕正在聚集力量 准备罚楚 他欣然接受了蔡国的嗜好 与吴子婿常在一起 商议攻打楚国的事宜 和吕做公子时 就结好从楚国逃来的吴子婿 谋划篡夺王位 吴子婿为他找到了刺客专注 以献于赐王辽的成功政变 使和吕登上了王位 成为吴王 所以和吕对吴子婿倍加信用 后来吴子婿又为吴王和吕 举荐了一个齐国人 孙武 也就是写孙子兵法的军事天才 吴子婿尽心尽力帮助吴王和吕 就是希望能够借助吴国的力量 有朝一日能攻灭楚国 为父兄报仇 帝王相像 巨王已 政务不言 有玄机 公元前506年 吴国发动了一次 对春秋历史时期影响重大的法楚战争 吴国与蔡国组成了联军 由孙武统帅吴军 蔡国协同作战 吴王和吕和蔡侯山都亲自参加了作战 在孙武的指挥下 吴蔡联军一路挺进 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在白举 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麻城展开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 吴军声东击西 连夜奔西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以三万人一举击败楚军主力大军二十万 作为楚军最高统帅的南瓦 败逃到了郑国 后因形势所迫被逼自杀 孙武指挥吴国大军连续五战五截 楚国被打得全线崩溃 吴蔡联军势如破竹 一直打到了楚国的国都颖都 这就是著名的白举之战 吴军攻陷了楚国都城 和吕进入后谷 自以纵情忘乎所以 吴子絮呢 他找到了楚昭王的父亲 楚平王的墓葬 史记中记载 出其诗编织三百 就是把楚平王的尸体 从棺材里拖出来 然后对着尸骨抽了三百遍 你看这得有多大的仇恨 那么蔡侯申呢 他率领着蔡军直奔了南马的宅院 一进门就找他的同方胡 还有玉佩和银雕数球 所幸南马并没有把他带走 蔡侯申心满意足的抱着他心爱的同方胡 回到了蔡国 当年吴子絮逃离楚国前 曾对好友申包绪发誓 我一定要灭亡楚国 申包绪说 武必赴楚国 就是我一定要解救楚国 现在兑现诺言的时刻到了 申包绪连夜奔赴秦国 希望秦国出兵救楚 秦哀公听了申包绪的哭诉 根本不为所动 退朝回宫 申包绪就在秦国宫门外 跪哭了七天 少饮不入 就是不吃不喝 连续七天 终于感动了秦哀公 同意出兵五百胜 帮助楚国复国 其实啊 这秦哀公的妹妹 是楚昭王的母亲 秦国出兵 也就是舅舅舅外甥 这时的吴国发生了内乱 只好匆忙退兵 使楚昭王得以复国了 再说楚昭王 听说吴国大军挺进国都 他无兵比喻 只能带着一些亲属 宗室和晋臣 狼狈逃往随国避难 楚昭王复国后 对蔡侯申恨之入骨 不断的命楚京 攻打蔡国 连续丧城失地 蔡侯申抵御了十多年后 只好于公元前 四百九十三年 把国都又从新菜 迁到了周来 这周来就是今天淮南市的凤台县 凤台县与寿县相邻 近在咫尺 这也就是蔡侯墓葬在此处的原因 可是这并不能阻止楚国的继续侵占 迁都使蔡国的内部矛盾加深 因为贵族大夫的利益受到了很大损失 他们的房产天地都无法带走 也就怨恨起蔡侯申了 又过了两年 蔡侯申准备继续向南迁都 以求得到吴国的保护 蔡国的贵族大夫们强烈反对 他们勾结在一起 找了一个叫贼利的人 把蔡侯申赐死 然后推力他的儿子蔡成侯为国君 希望能够改善于楚国的关系 但是到公元前447年 楚昭王的儿子楚慧王 还是灭亡了蔡国 我们在前面讲 曾侯以墓编钟的时候说过 在65件编钟里 有一件很特别的博中 是楚国赠送的 原因就是楚慧王 为感谢曾侯以的父亲 在危难的时刻 保护了他的父亲楚昭王 你还记得这事吗 蔡侯申被刺死后 蔡国举行了隆动的葬礼 为他陪葬了丰富的殉葬土 以青冬器为主 特别是这件同方胡 是蔡侯申生前的心爱之物 从公元前491年 蔡侯申被刺死算起 到1995年5月 发现安徽寿县蔡侯墓 他陪伴着蔡侯申 在地下一直长眠了 2446年 他和主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他的重要性 出土后被调至国家博物馆 现在这件蔡侯申 同方胡 静静地注力在 国家博物馆的通史展览中 默默地承载着 那些发生在 2000多年前的故事 国宝情未了 下集听分享 中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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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承轰 中文人